先把水烧开 两个秋葵下锅 稍微焯一下 这个是秋葵很多宝宝都喜欢吃的 然后可以把它切成猩猩状 宝宝都喜欢 是这样子 就是猩猩哦 然后它们都会更加有趣 所以我每次会把它 秋葵都切成猩猩状 宝宝一般不是特别喜欢吃菜的话 可以把那些菜 弄成不同的形状 这样子它们会有趣一些 接下来是两个鸡蛋 然后就把它打 打鸡蛋别看起来容易 其实做起来也很容易 这个碗里面已经加了一点水了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 猩猩 这个 把它都撒在这个上面 然后蒸起来就会好看很多 你跟他们说一定要吃蔬菜哦 吃哪一颗猩猩呀 好 没上锅蒸了 下锅咯 下锅咯 好烫啊 好了 然后再把它盖上 这个是有点烫的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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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盖一个 再盖一个 好啦 一会就好了 耶 香喷喷的蒸鸡蛋 就要出锅咯 宝宝最喜欢吃的秋葵蒸鸡蛋 星星形状的秋葵 耶喽 咚咚咚咚咚 准备吃晚餐喽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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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